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盘火药味十足的经典对局 红旗乱战天王红智 黑旗 许云川六冠王 那一个是最最疯狂的进攻 一个是最擅长打太极推拿的防守 那看看到底鹿死谁手 红天王七手七马局 这个七马局比较少见 一般都是中局力量比较强大的人 他喜欢走 比较符合红旗 红天王的这种风格 乱战 布局不是很好 太局给你乱走 然后呢 选择上马 黑旗呢 直接高横距 你高横距之后 红旗呢 也高一个横距 黑旗呢 横距过来 下一招就准备冲足 从这条线上杀出来 那红旗呢 就进炮 黑旗呢 充足 红旗也不理他 停炮打相 黑旗呢 将也不躲 只贯冲 方方这一段招法呀 就是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你只要 没吃到我的老将 你都不要跟我说话 那红旗说 我现在将你了 你要不理我 我给你老将打呢 那黑旗呢 回首试 回首试之后 红旗呢 出局 抓一下炮 黑旗呢 又没有选择高炮 也没有选择往下冲足 他呀 选择一手高居 高居 是不是准备以后把族起来 上马来打人家呢 那红旗呢 把炮走开 红旗炮走开之后 下一招退炮 一打你一串 那你就出问题了呀 你这个马没根啊 那一补向 这个炮又丢了呀 那黑旗这时候 又选择了一手高炮 高炮之后 红旗呢 挺个鞭兵 下一招 准备跳鞭马 然后呢 再 变一进一 踩你的炮以后呢 从这条线长啊 突破进去 那 黑旗不干了 进足 先捉一下你的小马 你退马之后 我呢 再浸泡 瞄你的重兵 你现在你这个马 再敢跳边 我抗击给你 来一将 可打住你了 那没想到啊 那 风天王 那乱战天王 那不是白叫的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还是选择跳边马 那这条线 当时许县都一愣 这难道就不怕 我来一将打你吗 葫芦林麦的什么药呢 那 什么样到此 你不打也得打呀 垫在弦上不得不烦 你打不打他都要冲兵啊 那徐先生先打了再说 看你红旗怎么办 红旗肯定是不能补像 也不能套炮 被人家炮阵无子 还描住这个马 但是你要是跳马 形成连环马 那人家把这个炮一退 以后呢 在马七进六 你也不敢吃炮啊 下一步人家还要尖啊 来抽啊 那这时候红天王怎么走的呢 他呀 来一手 马五进四 让你隔断 给你个空头 就不让你吃我这个马 下一招我就是要冲兵 踩上去 以后呢 攻进去 那 这期一看 这一个空袭炮 现在充足 对着干也来不及 足太慢了 人家就冲兵 从这里突破了 他呢 就赶快 出动这个大局 准备甩过来 那红旗呢 冲兵捉炮 可以骑呢 也送足 准备把这个炮啊 气了 就不让你这个鞠啊 杀出去 那他呢 选择用冰吃 吃完之后 可以骑呢 选择平鞠过来 捉你的马 本来呢 红旗也可以选择上马 踩你的鞠 你鞠点进来 我就再把马飙进去 以后呢 来将 也是红优 但是呢 这个 红天王觉得这样优势还不大 你要吃我的马 我这本来已经吃一个到嘴里了 我这个还给你了 我就是要把这个鞠开 把这个鞠鹿通开 我要四处来抽你 那一看 那他先吃一个再说吧 这是拦不住了 吃完之后 你现在将也不害怕 抽不到东西 那红旗呢 先把这个吃了 吃完之后 现在踩着你这个空虚炮呢 你一旦没了这个空虚炮 咱俩子弟都一样 但是我这本底下 可是一个定时炸弹的 随时可以抽你啊 而且还有个过河冰 那走到这 这起玩起来 应该把这个冰打了 把这冰打了 打住这个冰 你管不管 你不管我下招用鞠吃过来 还吃住你的小马 你要冲下去 那这里呢 他比较迷恋这个空虚炮 选择了退一手炮 那红旗呢 这个冰啊 就不给你吃了 往下冲淋了小马 你小马呢 又逃不开啊 往哪逃到这个死 干脆啊 他也不要了 平局过来 双局斜势 那红旗也顾不上啊 我这个室友补不起来 但是你一将我可以上来 我还有一个军户的下二路呢 你没有杀齐 那红旗呢 就直观出 哎呀 双方啊 真是在这里啊 大打出手了 那黑旗也不客气 先扒一层底裤 杀士来一将 上来 上来之后 黑旗呢 平足 希望啊 以后这个族来一将 双局炮足 四字连过 那红旗呢 又走出一步狠招 地马采鞠 这一采鞠不得了啊 你这个鞠要是点进来 这个卧一将太凶了 你比方说你点进来 他卧一将 你怎么办 你不敢出来 你一出来鞠一将 上来再退炮一将 都死掉了 那你还能把这个鞠啊 垫回去 这个鞠被吸入 退炮给你鞠打死 那你还玩啥呀 所以说呢 这个红旗 进马一采鞠 这招棋非常毒 这棋被逼无奈 就退回来 先护住 红旗这里啊 也简单的 先握上就行了 把这个鞠吸住 他老店也不敢出 吸住之后 退炮把鞠打死 也就锁定胜局了 在这里呢 这个红天王呢 耍了个花枪 耍这个花枪不得了 差一点啊 把这半棋啊 走输了 他怎么走的呢 他要进炮来打你的局 那黑棋呢 拼足来一将 红旗飞个巷 这个时候啊 黑棋有一部妙手 这个妙手 他要是走出来 那当场 红天王都要 后子任父了 我们在这里停顿两秒钟 大家看一看 你能不能看出来 黑棋这部 惊天妙手 只是可惜啊 实战中 许仙没有走出来 许仙实战呢 是走了一首杨士 这也很正常 因为毕竟 许仙这是春人下棋 他身上也没有带装备 走不出来 这个正招也是正常 而且呢 他棋风属于那种文件型的 不属于攻杀型的 实战呢 是选择了一首杨士 错过了 许胜的机会 这个棋啊 他的正招啊 应该是退居 这就是他这个 刚才他应该握 握上把锯吸住 就没有这种手段了 这又就是因为 没有握上吸住这个锯 然后他就有一个弃锯 你现在你敢打我吗 你敢打我 我拱向一将 你把锯打了 我拱你一将 你如何是好 你一出来 我再一退居 再到照头一将 就是一个杀旗 你这相组也没用 上市也没用 立马就要留下 悔恨的泪水 所以说你在这 你肯定是不敢打这个锯 不敢打这个锯 那你如果说 提前出来 提前出来 那由于刚才这个 马没有握上 这个锯呢是活的 他就可以啊 将军给你对居了 你一吃 他再来一将 等你这个 吃一捕 他再一平足 下一招套炮是个杀 你下帅 他在 巨战划心 把你这个底裤一扒 那也是等死 所以说呢 这个 由于刚才 他这个 没有握的这个失误啊 沛琪要是走出来 退居 禁足杀这种旗啊 这个红旗 肯定不要留下 悔恨的泪水了 可惜呀 可惜 没有如果 实际上是选择了一首知识 那这个 红天王啊 松了一口气 擦了他额头上的汗 果断的赶快握上 说他把这个菊啊 给你吸住 不让你动了 那这时候 许行刚看到了 这时候起了 退居 那跟刚才不一样了 咋不一样了 这个菊动不了了呀 那人家出来了 出来之后 这都不能再进江了呀 那个菊动不了 退居 准备啊 到头来 那红旗呢 补一手试 退居 来一将 红旗 上个试 退居呢 听祖准备啊 拱屍要命 那红旗呢 把这两法拉利搞起来 守住了 退居无奈 套了一手炮 那红旗呢 动手了 来一将 退居 上老将 红旗呢 再把这个菊一打 关键 关键是把菊打了 你还不敢吃他 你吃他这个退炮一将 直接退磨磨磨了 那那就选择了 红旗呢 把帅进来 还有品中炮 来一将 那红旗呢 把项一落 黑旗再来一将 红旗呢 下来了 你这个一将 菊路还通了 你这么 狙炮族 没有杀旗啊 这个 许仙一看 这还玩啥呀 没法玩了 这干扫个菊 下一手 人家还有一队啊 华西尔 还有个篡位军 宋军 这种杀旗 连杀 下一招 人家有一种这种手段 你吃 退一将 你上来 马后辟 你出来 平兵将 所以说呢 那许仙也只好 后子任父 这番旗啊 对杀的非常激烈 这个 可惜这个 许仙的这个 公杀呀 不如 公天王